Leyo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yo 今天要來看保加利亞對以上庫曼的對決 保加利亞這一場是由Jordan在操控的 Jordan的話大家應該蠻熟悉的 他是之前GL團戰裡面的算是隊長嗎 太確定 他算是一位也算是蠻高端的玩家 但是在這次的非洲團戰裡表現並不太亮眼 而且有點被臭的感覺 他可能最近在找回自己的狀況 根據他可能是生活太忙 本家也是有家庭的人 所以可能練習上或是調整作息 或是時間上可能會有點困難 那他也算是把握時間 就趕快練習跟我一樣有時間就練一下 有時間就拍個片 好 那這一場的對決應該會相當相當的特別 因為這場的是保加利亞 保加利亞的話是民兵系列的免費升級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你黑暗出棒棒 軍人出三隻棒棒到對手家 封建時代 一到封建時代你的棒棒就會自動穿上鎧角 路邊突然撿到裝甲跟一把劍了 棒棒就直接丟掉了 很奇怪喔 突然路邊就有裝甲可以撿 那這個打法呢 打這個裝甲塔是非常好用的 那再來就是他的 城鎮中心石標費用跌50% 還算不錯喔 開TC可以省一些石頭 然後這個石頭省下來就會去蓋 可以蓋他的寶壘 這個叫銀類才對 蓋這個銀類的話就是小型城堡的概念 他雖然不能可以升級城堡的科技 但是可以升級寶 可以升產寶兵喔 不是升級 升產寶兵就是他的寶加利亞騎兵 之前我們的影片有介紹過 喪屍流 就是你的寶加利亞騎兵被打倒之後呢 還會爬起來 跟喪屍一樣喔 一直纏著你不放 而且攻擊力還有 跟他原本的攻擊力是一樣的 就是十幾攻 還真不錯的一個數字 好 那他的其他比較特殊的能力是馬登 那馬登的話 騎B攻擊速度提升33% 那這個是有影響到肉馬的喔 而且他是有大肉馬的 雖然沒有遊俠 但是以他這個能力來說的話 打到大後期垃圾兵對決的話 他是很厲害的 尤其是在做一個後期騷擾 或是中期的一個寶加利亞 升這個攻擊速度也是很有感的 但通常這個只會到帝王才會點 城堡時代就點這個是有點貴的 因為要415 算是比較不划算的一個選擇 那你把這個415存起來 先升帝王可能會更好一點 戰略上來說會更適合一點 但如果這次打大城堡一波的話還是可以點 那基本上能不點你就先不點 騷擾騷擾 小島小島就好 OK 那來看一下庫曼這邊 庫曼的話這邊是一樣的 我們之前介紹過蠻多次的 封建時代可以建造 額外TC 就是2TC而已 不能到3TC 那封建時代的話 可以知道鎖跟衝車 所以除了要防範庫曼開TC之外 還要防範他的封建快攻 衝車加馬舊跟射箭場的一個開局 沒有防到的話很容易就被一波帶走 再來就是他的特殊單位 青茶 青茶的話他是只有二級攻的 所以他到帝王時代相對不利 稱暴時代應該算是青茶的最強時刻 因為他有品種 然後跑速也是免費送的 然後基本馬攻器是全開 魔子環彈造學 那到帝王時代的話 就可以研發這個跨學 那我覺得青茶3攻給的話 感覺不會太強 但是不給的話 又有點偏弱的感覺 因為畢竟射程短 手短就是個問題 對攻兵來說就是這樣子 好 那來看一下其他的能力 那這個團隊加成 牧牆來說是非常讚的 跟順帶一提 庫曼他 他的牧牆 我覺得在團隊來說會非常好用 就是在阿拉伯團戰來說 他的牧牆33%生命值 算是算是超級好用的一個能力 好再來就是其他的能力 就不多解釋了 就是生產速度提升100% 爆兵會快一點 那這個酷曼優兵也是蠻微妙的 可以點也可以不點 我覺得點也沒什麼太大意義 好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他有三級伐木和三級農田 他算是現在版本來說 很會農的一個文明 不管是前期中期大後期 經濟科技都是有滿的那一種 就是算是頂尖的科技文明 經濟科技文明 欸這邊是怎樣 欸這邊打了起來 哎呀 Jordan的一個騎兵瞬間倒地啊 哎呀突然打了起來 沒有辦法喔 這邊庫曼跑速 本來就快一點 封箭時代本來就比較快 而且攻擊力這邊是 也比較高 因為他先上封箭 騎兵的 刺頭騎兵 攻擊力度多加2 好這邊寶珈莉亞 一上封箭時代 直接變成裝甲步兵 路邊剪刀裝甲 跟一把劍 很奇怪 還有一個盾牌 哇這邊應該是打不了了 哇這邊拉了滿多人 來蓋這個城鎮東西的 那我記得庫曼一開始 當初的時候 只能拉六村村民去蓋這個提石 那我不確定現在是不是 他的劍道速度一樣是限制在六村 這邊拉了滿多村 十村來蓋 因為以前好像不管你拉多少村 就只能到六村的劍道速度而已 這個PC 相對的給他一點限制在的樣子 欸這邊是要來裝甲塔的意思嗎 看起來就是 沒錯啊 打酷曼就是要打裝甲塔 就算不打裝甲塔 直接打一個 這個 劍塔騷擾也是很棒的 欸這邊 這邊趕快回趕快回 欸對對對 木槍圍起來圍起來 圍一下圍一下 好 裝甲在上面繞一下對手 酷曼的家裡長什麼樣子 稍微來看一下視野 視野上 應該是基本上都可以大致到掌握他的一個地理位置 應該是沒問題 那這一塊木區就不能挖了 那這塊金還是可以挖得到 那這邊加人會不會選擇來這裏高地帶就去插呢 把這個金塊直接鎖死 可以考慮一下 要插嗎 還是要升插 現在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插金礦 一個是升插 二選一 那保甲曼的裝甲步兵 在這裡 開始做輸出 要來拆這個木槍 哇你們看這個木槍生命加成 血量3333 哇 333D 非常高的一個血量 那平常一般的血量是250D 沒記錯的話應該是這樣 那這個血量到了333 算是非常非常高的一個血量 那對一般的木槍都是250D的 好那這邊保甲曼阿 果然又是要來升插 而不是選擇先插金礦了 滿特別的 好這邊升插果樹 哇這邊塔起有點慢 但是應該還行 媽的村民夠多 把殘血拉掉就好了 殘血拉掉 拉掉 拉掉 OK 殘血拉掉 舉舉舉舉舉舉 OK應該是蓋得起來 但是會蓋到頭破血了 呵呵 有一般的村民都丟殘血 喔趕快進劍塔 好這段一題 村民為什麼只要四個人來前置的原因是因為 劍塔 這個東西喔 你進去 只要四個人 攻擊就可以最大化了 你拉五個人進去劍塔裡面 喔也是四攻 這個可以稍微細節一下 可能對四季力國不常玩的玩家們 如果你要打到塔攻的話 喔靜音不要拉太多了 好四個人就夠了 四個人就可以 足夠騷擾到敵人 然後自己加的經濟也不會太差 而且攻擊力也可以最大化 所以CP只來說 四個人來前置劍塔 是最好的 那這邊沒辦法 這個劍塔 只能被強制拆掉 那對手也算是一個 反應蠻快的一個玩家 知道對方在插第一個塔的時候 我們再過去把第二個塔解決掉 拿村民拆建築物是很快的 建築物 村民打建築物有外傷害 所以還算不錯 好這邊 小公來做騷擾 但是 加段已經有出了幾隻亂馬來防守 唉唷這個村民會不會死呢 唉唷 殘血跑掉 趕快趕快 拉村民出來一起打群甲 唉呀這個最近改版喔 這個全套的模組不見啦 不然你喜歡看那個 村民拿全套打架的樣子 這應該是官方 有史以來做的最好的一個模組 唉唷這邊又來 直接來手撕箭塔 唉唷這邊 教人沒有注意到 對手的反應也是很快 他只要每插一個新的塔 就趕快來 拆上一座他剛蓋好的箭塔 這邊圍起來 不要再讓他繼續做一個聲插動作 這邊 教人這邊都是單純騷擾擾擾 在騷擾而已 那石頭有在後面挖 那庫曼的對應也是算是標準式的 遇到塔弓 你就是要馬上挖石頭 然後跟對方對塔 有機會就把對手的一個塔 給撕掉 像這樣子 那目前水準來說 庫曼也算是一個高水準的玩家 實力並不差的 這邊 喔有洛馬直接走進去 唉唷這裡沒有圍好有血啊 黃彈 小弓再射 先把這個戳戳射掉 好 這邊村民 唉唷這邊馬直接過來被射死一隻 喔尷尬尷尬 要不要注意蓋這個箭塔呢 鑽拿副皮過來爭取時間 砍了一刀 兩刀 三刀 四刀 五刀 哇砍死一隻工兵 賺來了賺來了賺來了 這隻裝甲 價值連城 OK村民全部殘血 趕快寄箭塔裡面 開始做防守 這邊再查一個塔 繼續跟對手對一塔 這邊箭塔有兩根 但還好 能實際出世的 比較有痛的傷害是這個箭塔 那這個箭塔 沒意外應該也是蓋得起來 只是也是會蓋到頭破血的 沒有問題 這邊優勢就是村民多 好蓋好之後還可以把工兵丟進去喔 讓他自己輸出 也是OK的 但這邊有個洞 可以過來也是個問題 反正過來打這個石頭的附近 石頭可能會處理一下 不然很難受 在這邊工兵沒有選擇金劍塔 先來處理這邊的肉馬 跟裝甲護兵 小空被塗掉了兩隻 畢竟這邊 保加利亞是有異防的 所以這邊射一下 只有一滴血 唉呀 連兔曼這邊快 雙TC的關係喔 經濟不是很好 冰工廠似乎還沒有下 沒有一 沒有一工喔 這個射起來 稍微有點困難 射了這個肉馬 只有一滴血 但是沒有關係 出個戳戳就可以解決 唉唷這個電塔是不是要失誤啦 趕快修趕快修 能不能趕快修回來了 對手有發現 標準這邊有發現 趕快趕快 唉這裡要直接手撕了 唉唷趕快一個反應 對手手撕趕快 蓋一下木牆 讓對手不能過來拆 來這邊 不去 唉唷這邊死一村喔 這個農田 因為到這種情況就要低掉 你不農田 不低農田的話 你的村民就會每一次就去採這個田 倒成死村喔 三四一個小細節 但是這邊 庫曼實在是有點忙 這邊又插了一個新塔 導致快金 確實也不能挖了 目前焦點來說 塔工也算是半成功的一個狀況 確實有騷擾到庫曼的一個經濟發展 村民樹並沒有落後太多 目前落後八村左右 還行還行 OK 那寶貞莉亞 Jarden這邊就選擇去做一個對塔 這個裝甲塔打的也算是 蠻 蠻硬要的 但是我覺得這樣是比較好的 因為 你既然要打裝甲塔的話 就要打到底 不能半途而廢 即使這邊開始對塔 把你四隻村民空在這裡 那你也可以再拉另外一隊 繼續來做插塔 至於騷擾 如果你不弄庫曼 讓他過得太舒服的話 待會不舒服的就是你了 這邊庫曼居然還丟了一些小弓來這邊前置 快弓 居然能打到點東西耶 哇 讓這邊Jarden直接收了很多村 這邊趕快蓋一下房子 讓對手沒辦法太 順心如意的一直往前 稍微抵擋住一下對手的一個攻勢 這邊戰寶趕快按 一攻也按好了 本來這邊可以高速上城堡的 Jarden 因為這邊小攻的關係喔 點了一級攻 跟一級防 稍微消耗一點肉量喔 不然他這個一級攻擊防不點的話 那就可以上城堡時代 但沒有辦法 對手來了 該點還是要點 該預防還是要預防一下 避免直接封建爆開 這算是一個高手之間的一個細節喔 因為有些玩家們就覺得 喔先上城堡時代 就先不要來點這個戰寶 一攻一防也不點 結果一直被騷擾 騷擾到最後面 到城堡時間這段時間喔 損失的經濟太多了 然後一上城就輸了 這情況是有的 連我自己也會發生這種事情 就一直想要上城 太執著了 那這邊Jarden我覺得就打得非常好 然後那這邊 連環塔 繼續塔這個地方 塔這塊田 那這個石頭應該是塔不起來了 這邊又立了一個塔 那Jarden確實 這幾隻戰矛 就可以解決掉了 但與而同時 庫曼已經上到了城堡時代 而且村民還領先十隻 哇這個經濟領先的非常多阿 那Jarden要怎麼化解這段危機呢 人家庫曼比你多十二村 然後你十大海蘇人 為了要點這個一級攻擊防 來抵擋家裡的工兵 好這已經上城變慢了 那該不該 繼續農呢 還是要繼續前壓呢 這邊Jarden的問題有很多 就要來看Jarden怎麼做一個選擇了 那這邊庫曼選擇一個BK 來拆這邊的建塔 不然這邊聰明一隻輩色 這邊各種殘血 好這邊騎士解掉了這邊的建塔 好 村民也被 出得一兩個地 四隻村民 全部變成騎士的 祭坪了 好這邊還有一個塔 又再繼續塔 就是要塔你 腳等這邊做的還真不錯 好但是這邊村民被限制住 兩隻村民被 這隻騎士怎麼被發呆阿 這兩隻村民被圈養在裡面了 這裡有一隻村民也被圈養 好這邊 出了一隻 呃呦呦呦 趕快圍牧牆 趕快圍牧牆 趕快圍牆 但是這個牧牆有點摧阿 這個騎士砍一砍也是容易砍爆的 而且牧牆只有二房 好那寶加利亞 Jarden這邊轉出了騎士 而且點下了一攻一防 看經濟來說還算不錯 而且TC也開了一個 那這邊庫曼選擇轉出生女 要來反制對手的寶加利亞 Jarden這邊的騎士 要讓自己的衝車棍過好過一點 然後還順便撿個遺跡 整體來看 目前Jarden算是一個大劣勢了 但是Jarden這邊直接上城堡3TC開弄 這樣追經濟的話還行 唉唷不是3TC是4TC了 我的天 反倒是庫曼這邊TC只開到3個 跟Jarden是一樣TC數量 那這邊衝車 不知道是不是選擇錯誤嗎 還是怎麼樣呢 不太好說 因為如果你選擇衝車的話 很容易被最熟一個騎士解掉 但是相對來說 來解箭塔也比較輕鬆一點 基本上不用控 就可以輕鬆拖掉一堆箭塔 好 那這邊箭塔裡面有隻村民 那右邊這邊箭塔有兩隻村民 都被... 困曼圈養了 這裡還有兩隻 好那這邊三旅沒有先 又先去撿外面的遺跡 又是選在家裡做防守 避免家裡被騎士了 好這邊目前有兩隻三旅 看到對手的騎兵過來 果然還是要來砍村民 趕快過去想要來招想一下 稍微制止一下對手 讓他不能過得太舒服一點 如果你這樣子 太騷擾了 好這邊三隻騎士 兩隻殘血 那對手兩隻騎士應該就沒問題了 對手也不甘失落 哎呀你騷擾我 你來弄我就來弄你互相傷害 然後這個房子只蓋一點點 哎呀直接被攻破了 趕快收穿趕快收穿 但是前線也很忙 這邊也在追逐 好收穿了 好正面看到衝車出來 趕快前線的騎士 再去做一個處理 這邊衝車沒問題也是解決掉 OK三人來遭翔 能不能遭到一隻呢 應該是沒問題 OK遭到了一隻 好家裡的騎士還在繞 我們沒有打到什麼東西 找到這邊有一堆田 趕快收穿 右邊的騎士還在沙灘慢跑 還在追逐你追我追你 沒意外的話這邊塔應該都全掉了 要這邊酷慢騷擾有點嚴重 燒穿導致這邊食物有點斷掉了 有點小斷村 4TC沒有肉 封鎬 但是家裡趕快出生旅 就可以趕快來招搶對方騎士 對方就不會一直在這邊繞一繞去 不讓你種田 生旅真的是 城堡時代很關鍵的一個單位 尤其是對面打騎士的情況下 出生旅是一個萬劫 你同時可以解對方騎士 讓對方沒有辦法這麼好騷擾之外 還可以去解油雞 讓自己的雞雞更高 OK 被招到嗎 沒招到嗎 還是有招到 沒有看到 看起來是沒招到 直接中斷施法 趕快進TC 生旅的好用之處就是 你只要把生旅放在TC附近 他只要敢來騷擾TC附近的話 你就可以招降對手的騎兵 可以白嫖換掉對手的騎兵 還可以直接上TC 就不怕被對手直接換掉老頭了 這個老頭使用的時機也算是蠻關鍵的 唉唷 這邊的騎士直接把一個老頭正面單挑 讓這個老頭直接 正面上騎士 太狠了 這邊有個建塔 可以讓側面躲一下 躲一下躲一下 躲一下 OK 那這個騎士已經賺了 只要殺到一隻老頭 就是賺爛 好 正面來說 目前庫曼 有點烈的事囉 哇 這個解一劑還被抓包 唉 但是 右邊還有個生旅 應該可以招到一隻 但這隻應該也是不妙 唉 你現在來跑也來不及了 我們家也不會有人來救你了 好 一個高地打滴滴 這個保駕利亞騎兵 兩下就直接 用流星鎚 把老頭的頭給敲爆了 唉呀 這邊太狠了吧 居然還要再繼續來插劍塔 這個劍塔被毒掉之後 又派了一村來蓋 真的是要弄你啊 哇 這個沖車能拆得掉嗎 31滴 15滴 唉唷倒地 可以 唉唷倒地之後再爬起來 下馬 保駕利亞騎兵 12加1的攻擊力 還算不錯 唉唷 這邊保駕利亞點下了 手推車 點手推車的時間相當不錯 大概在70吋到80吋的時候 就應該要點 好 這個點下去之後 經濟可以直接起飛 而且還有很大的機會 可以直接上帝龍師爛 好那主要的人這邊細節也很處理得不錯 好這邊三女還前置要來補血 而不是去外面撿遺跡 來看一下他的視野 他視野上地圖上沒有看到任何的遺跡了 只有對手家裡有個遺跡可以撿 那這邊因為我們是上帝視角 所以這邊知道所遺跡的位置 那再不知道遺跡的位置的情況下 他沒有選擇去看遺跡 而是選擇把三女全部前壓 好給庫曼更多壓力 好那再跟進他起來了 那這邊伐木區的經濟就會被燒得很嚴重 哇他這邊想來這邊木區 挖木的話也會被燒了 那上面這個木區也很稀疏 哇這邊加登有點太針對了 針對對手這個木區的動作 好這邊一個一千萬人蓋堡 有點水洩不充的感覺 好那這邊戰謀想要騷擾的是騎士過來解 解掉輕輕鬆鬆 那寶家裡的騎兵越來越多咧 哇這邊點向了二級馬卡 二攻二防 喔一攻二防才對 那對手也是一攻二防 標準的一個城堡的一個騎士的升級 這三級表達成太快 如果你的騎兵的量不是要打 爆城城堡決戰的話 那二攻創作為點 趕快點上帝王 出重裝 這點有優勢一點 或是遊翔 還有三攻 還有三級馬卡 這算是非常重要的 那先省下一點食物 那上帝王時代 用一個旁邊一點 好那這邊 保夾莉亞 前者互換 這邊是一個硬 好看著我是殭屍柳 我就算倒下了 還可以起來繼續用 下馬 保夾莉亞騎兵 繼續尻你的兵 最無情的那種 可以這邊起來 繼續砲 好這邊繼續扁 繼續扁 我倒下了我又起來了 我倒下我又起來了 打我要笨蛋這種感覺 保夾莉亞鄉民 直接站起來 哇嗚 這邊居然出了駱駝 哇早該出駱駝 保夾莉亞騎兵 真的是不好打 但是這裡有個問題 你出駱駝的話 這個保夾莉亞 下馬騎兵 是可以counter駱駝的 因為這個駱駝是打不贏 下馬保夾莉亞騎兵的 很尷尬 你出駱駝 保夾莉亞騎兵就打不贏 你出騎士 也打不贏保夾莉亞騎兵 哇 怎麼辦 只能趕快尻了對方騎兵 然後下馬之後 直接個B站 只能這樣子 好 這裡終於要來解這裡的 電塔騷擾的騎兵 要招來一隻保夾莉亞騎兵 應該是不會死 這個老頭 完美這個駱駝過來解一下 好 下面這邊還在做追逐戰 這邊城堡蓋起來應該不是沒什麼問題了 這邊城堡是要出清茶的意思嗎 看起來蠻像喔 這邊確實萬解的話 清茶是最好解的 同時可以把保夾莉亞騎兵風箏之外 還可以打這個下馬保夾莉亞騎兵 可以完美康特 而不是出路頭 出路頭的話會有兩個難的一個局面 雖然騎兵很好解 但是下馬之後不好解 就是個大問題 好這邊來個高地壓寶 這個寶雖然沒有壓到任何支援 雖然但是可以限制對手出兵的位置 但是有點特製到對手出門點 喔正面一個大決戰嗎 怎麼突然跑到對手家的TC上開打 哇 Jarden這邊意識到自己不對 不能在對手家的TC下硬打喔 Jarden是不是最近都是這樣子啊 就是有點想要硬來 或是控兵上有點小小失誤 我看他打團戰的時候也是有點這種感覺 就是失誤 控兵方面的失誤也蠻多的 但是保夾莉亞這邊失誤感覺還好 畢竟失誤的話 下馬保夾莉亞騎兵還是能做一個蠻大的突出的 就算不控他 對手的血量也是控蠻多的 確實都是殘血 OK那破曼這邊確實 要轉出清查要來克制了 對手的一個保夾莉亞騎兵 唉唷這邊保夾莉亞騎兵點下了三弓跟精銳 這邊贏了也被抓包 欸這邊沒有彈道血啊 好歪啊 射不到射不到 這邊優先點下母子丸 呃不是彈道血 這邊大血才剛蓋好的樣子 OK 這邊趕快下一個爆 如果是我會下這裡 哇這個石草跟黃金 直接插三個地方 喔對沒錯就插這個位置 嘿嘿嘿嘿 這個位置很像喔 他確實有看到這裡還快已經 可以死乾他這裡 這裡插下去還可以搞個TC呢 對不對 這個精也可以稍微保護到 雖然沒辦法直接保護 哇這邊保夾莉亞騎兵 直接變身 攻擊力14加4 哇攻擊力18的一個保夾莉亞騎兵 那他這個下馬保夾莉亞騎兵 攻擊力有13加4 攻擊力17 很痛很痛 好那這邊快進一下TC 但是這裡沒有彈道血 這裡射箭很歪啊 不管是這個箭塔還是TC喔 射的這個箭矢非常非常的歪 其實很惹不免 確實不太好射 但是如果直線距離的話還是吃得到的 好那這邊 你懂這些清殘應該可以清得掉 稍微拉打拉打還是能解決的 但是還是很麻煩 對手這個騎兵 倒下之後還會再站起來 真的是很麻煩 哇這裡又來一坨 又來殺右邊這邊 這裡也是裝線操作 超級毒 哇這個又是怎樣 一個老頭關本獸 出來找一見老頭直接被關起來 哈哈哈哈 狗人也是到處搞 所以沒什麼在空兵的感覺 要搞的東西太多了 確實有點忙 好這邊 瓦加利亞奇兵直接無情 城堡下開抵這些 採集資源的村民 想要用瓦加利亞奇兵的上司 爭取一些時間 打出一個經濟差 那確實他這招很有效果 哇這邊村民來到差距33隻左右 36隻才對 然後這邊遠投 開始出了 遠距投石車 玩家們還是喜歡他叫他巨頭 那我個人喜歡叫他遠投 因為他真的射很遠 更直觀一點 好 那來看一下這邊 這邊城堡要是被拆掉的話 這邊清查 寶石就會比較慢了 好這邊化學下了 就沒問題了 攻擊1 4加3 然後有兩支箭矢 散彈槍 好那這邊清查 其實打這種 雖然遠防很高的 巨型投石機跟衝撤的話 其實是打蠻快的 因為他箭矢數量很多 所以血量會掉蠻快的 但是這邊有城堡在防守 我們要把硬打 看這個城堡射個幾下 哇 清查馬上就硬生倒地了 好那這邊看一下 要怎麼去續這個清查的一個量 這個清查量 濃不起來的話 這邊寶架亮的騎兵是沒有要解決的 那寶架亮的騎兵 是算是蠻難產的 防禦遠防也是有6的 好來看一下Johnson這邊 Johnson這邊 似乎已經點下了馬凳 看一下有沒有點馬凳 馬凳的話 騎兵攻擊速度加33% 好有 有點了 那血液的話應該是不會點 因為血液的話 寶加利亞下馬的版本 是不會吃到血液的裝甲 只有禁詠系的那一條是吃得到 那這邊金冠應該是不會點 銀冠一定要點 銀冠點了之後 這個攻擊速度就跟鬼一樣了 開敲開敲 攻擊力18% 血量140D 哇這邊直接敲爛啊 哎呀好痛好痛 這裡為了拆衝車 深追有點遠 但是大量的 匈牙利清騎兵跟上三攻三防 完美 而且順帶一提 剛剛我們開場有講的 這個清騎兵是能吃到馬凳的那個 攻擊速度加成 這個33%的攻擊速度是有 哇這邊直接A了上來 哇這邊聰明死很快 攻擊速度真的很快 哇高速 高聰聰明這個清騎兵 打這個清茶的速度也是很快啊 哇瞬間被換掉了相當大量的清茶 這邊清騎兵的騷擾也是很煩的 這個量很大 可以說打錯繼續 哇沒辦法 清茶的量農不起來 城堡又掉了 只有一個城堡 喔兩個城堡在出清茶 但是 來不及了 對手的一個馬凳 加上大落馬時代已經來臨了 無力回天 沒辦法 算是一個 將德的一個騷擾打得很好 打致打錯了經濟差 確實經濟差距是蠻大 來看一下數據的部分 數據的部分兩邊戰損差不多的 那經濟上果然是將德是非常非常好 這個保加利亞騎兵的騷擾很蠻到位的 反正他倒下還可以繼續騷擾 然後倒下的就在原地牽制對手 然後自己的騎兵就在受騷擾 雖然庫瑪這邊升級時代都是完全領先 但經濟上相當落後對手 原家裡一直在BBQ 這個彈道學可能要早點開會比較好 彈道學太晚開的話 TC射不準 鏡台也射不準 那這邊對於騷擾來說 就會比較舒服 好那這邊Jandle 確實這把打得非常非常好 好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